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在清水中 摆好以后 放入食盐有效的杀菌 放入点小苏打 有效的能洗去 点上农药的残留物 咱是生瓣直接入口的 泡个十分钟 洗净控干水分备用 把白的包厚的中间片一刀 打斜切 切成眉毛刀 这样吃的更清脆 口感更好 粗细均匀 切好以后 放入盆中 准备点根辣椒洗一下 切成丝 辣度自己掌控一下 切点香菜末 剁点蒜末 不要放葱 管放蒜 出出蒜味 把辣椒丝放在碗中 烧点热油 烧着冒烟 放点花椒粒 炸点花椒油 高米饵过滤一下 炸出香味 把辣椒大一下 拌拌一下 晾凉备用 炸点花椒米 放在盘中备用 来 咱们下面拌制一下 放入盐 大约三颗 放入白糖 大约八颗 厉微的有点甜 放入盐 放入灰精少许 放入生抽 大约25克 放入香醋40克 酸口突出一点 放入炸好的辣椒丝 放入香菜蒜末 用筷子拌均匀 过年了 咱们竟吃大鱼大幼了 这才上桌上第一个干锅 非常的清淡 拌好以后来装在盘中 我这手不好使 往里割吧 装好盘以后 最后放入花生米 保持花生米的清脆 倒在边就可以 好吃的 爽口酸辣白菜完成 好 网友们 来 我替大家品尝一下 这道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特别的好吃 粗稀均匀 突出酸味 辣味 来 我品尝一口 入口啊 白菜 清脆 酸辣开胃 非常的好吃 一道菜 感谢网友们的大力支持 有什么要求请你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见 それでは 一下我们下个比赢 当然现在 十丁美调 是的 三天 我们下个比赢